哈喽各位爱车兵团的观众老爷们 大家好 我是Bosco 那么现在呢 我就在2022年的广州国企汽车展这里 现在我就在北汽集团的展台 那么我身后的这一台车呢 就是北京越野的BJ40的可可犀利版本 那么这个版本的命名呢 是由于啊 它整车的一个改装还有喷涂呢 都是我们一些守护者啊 他在青海高原里面去守护 藏羚羊还有那种野牦牛 不要受到偷猎者的杀害 而进行定制化专业的改装升级的 在这里呢 真的是为这些守护者们点个赞啊 所以整车的一个涂装方面呢 它的灵感也是来源于高原森林的藏羚羊 所以我们能从车门的这一边呢 能够体现得出来啊 这里就是我们国家的珍惜保护动物 藏羚羊 OK然后我先来说一说它整车改装过的地方 升级的部分呢 配有经济前后杠以及侧杠 车头增加了一组色灯 A柱加装了四粒色灯 让它情况下都能够保证足够的能见度 此外还有1200磅的沃恩脚盘 然后爬架防砂板拖车绳拖车钩之类的辅助拖宽的装置也是一应居全的 那么它的这个拖车钩呢可以承受最大7500磅的拖拽力 那BJ40的可可CD版呢可以拖1.5吨以内的拖挂物啊 在户外穿越时呢就可以拖挂小挂车来拉一些行李 或者自行车摩托车等物件 路数还有野营的时候呢也更加方便畅快 那么同时呢油箱也扩展至120升保证了车辆的续航能力 那么来到车子后备箱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它打开的方式是分段式的 就是先打开下面这个然后再把这个车窗给打开啊 如果说是一些硬核的越野玩家的话呢 相信对这种机械结构已经不陌生了 但是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它后备箱呢 有一个220伏的电源啊可供小型的家电使用的 那么今天车展的拍摄进度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主观上面是最喜欢北京越野BJ40的这个小展台的 首先它是有非常多的针对性的升级 而且它整车的涂装呢也是为了祭奠我们守护者们啊 去守护一些国家的珍贵的保护动物 尤其是藏领阳 而且在这个展台里面呢还有一副升级的一些零件啊都放在那里 就包括了17寸的轮毂啊 氮气的减震器 然后还有20寸的轮毂上控制臂 可调后制推杆 这些都是原原本本的把它放到那个墙上面啊 然后各位宽杠老爷呢来到这边的话 可以根据车子的一个情况再对比一下那一边的一些升级的零件 我觉得呢车展的目的就在于此了 可以让大家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每一款新车之余呢 还可以做一些根据自己日常使用的个性化升级 好了 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是Bosco 那么我现在呢就在2022年的广州国企汽车展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